高以翔2019年参加中国真人实境节目 追我吧 连续录影超过17小时 突然晕倒后经过现场抢救 虽然有短暂恢复心跳 但仍宣告不治 想念35岁 当时2号震惊整个娱乐圈 亲朋好友们为了想念高以翔 在他的墓园做了铜像 想念他时就可以去看看他 结果在高以翔离世要满4年的前夕 却传出高爸爸离世的心碎消息 高以翔的二哥高于乔26日在IG晒出 跟爸爸的合照 并被痛写下 我最亲爱的爸爸 如果还有缘 希望让我再当一次你的儿子 我爱你爸爸 证实爸爸辞世的消息 他发文之后 很多网友都不敢相信 除了要他好好保重身体之外 也安慰他爸爸去找高飞了 余文乐老婆王唐云也在留言区 用符号为高于乔加油 事实上两个月前 高于乔才在脸书 放上大家一起去看弟弟的照片 当时好朋友聚在一起 爸爸手上还拿着鲜花 完全看不出异样 才短短几天就天人勇哥 真的让人不胜唏嘘 再次订阅呢 č短几天 Wella 感谢 感谢观看